二屋戰爭滿週年 今天漢文幫我們做一個總體檢了 有一些個股之前漲過了一輪 我們不希望他們因為戰爭在漲 但是有沒有各自的題材 除了剛剛那四個族群之外 接下來漢文我們繼續 對 接下來就是低軌衛星 因為低軌衛星其實真的熱度開始 也是因為二屋戰士 做了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宣傳 所以到了現階段 因為MWC大展的一個題材 而且二屋戰士 其實我覺得最近看到一些國外媒體 在做什麼 二屋戰士什麼七大兵器之首是什麼 低軌衛星我覺得當中 可能是大家認為說 改變戰士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的技術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覺得低軌衛星今年其實成長性相當好 連鴻海都要發射低軌衛星升空 所以今年整個低軌衛星 我覺得整個營收會開始 比較明顯的擴散出來 所以對於聲達科來講的話 本身低軌衛星純度相當高一檔公司 股價你也看到 慢慢這邊有足足一個底部的一個形態 今天佔年限可惜遇到了台股 今天開高走低 那今天當然是抱了一個比較大的量 但是因為它低檔剛轉強 所以這頸線的關卡 我覺得就可以當作一個觀察 如果說震盪回跌 守住頸線守住年限兩三天之後 又把這個高點突破的話 搭配下個禮拜MWC大展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又有另外一個格局產生了 對 因為他們本身來講 今年下半年營收應該會越開越好 所以我覺得這樣股票是大家可以留意到 低軌衛星當中非常具備指標的兩樣股票 好 就是聲達科 對 那再來就是說去年我們講說 有這個開心農場 也有所謂的化學兵 因為很多的這種特用化學股票 因為這個俄羅斯烏克蘭之間的一個 關鍵原料的斷裂 那讓這個所謂的特用化學材料 出現大幅度的漲價 所以去年類似三幅化 類似三化 類似這個腎一 股價都是翻倍以上的 那當中你可以看到三幅化本身 其實這個化學才要運用在半導體跟面板 那因為這兩個東西剛好現在都在去庫存 但我們剛剛其實看到面板第二季庫存 開始慢慢去化完畢了 所以它對於面板的一個展望 是開始轉為樂觀 半導體的部分可能到下半年第二季之後 整個事況也開始回溫 所以它基本面我覺得持續的在轉強當中 那股價我覺得未接PNT一樣去年賺很多 都有高值率題材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去年很好 那今年回到相對低檔區 大家可以留意到的標的 好 接下來是食品的大成 對 因為最近就是這個 淡淡危機 應該不會變成淡淡的哀傷 但我覺得淡淡的危機 其實是現階段它題材的所在 那本身大成也是一樣 如果說時間有夠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去年在俄戰勝的時候 整個食品股也是一波的往上拉抬 像在這個去年大概是在 這段時間吧 往上去拉高 但不是漲很多 因為食品股股心比較溫吞 那這一波的上漲 但是跟整個淡價有關 最近其實整個法人是站在買方 你看最近外資開始有在做 買大成的一個動作 股價其實也占到年限的關卡 所以就整個食品股的部分 本身它題材是不錯的 那如果說接下來真的 惡物的一個局勢 比較緊張一點的話 我覺得其實糧食的風險 可能會帶動整個食品股有一波新的 推升的一個空間 OK 最後一檔來看到 資訊安全的齊陽 因為其實資訊安全 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 真的是台股當中 非常多股票開始在轉強 那我們舉當中的齊陽 當中的代表是因為它最近 它的題材是AI的一個題材 所以在整個AI題材帶動底下的話 最近股價其實走勢比較強 你看齊陽在整個資安相關股票裡面 它是最近開始加速的上漲 那我覺得這種股票一樣 你時日線不能夠被有效的跌破 跌破的話我覺得整體時間會拉長 但整個多方跟量價結構 我覺得沒有太大問題 目前來看的話 我覺得拉回來再買方 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OK 好 謝謝漢偉 請先回座了 漢偉今天幫我們回顧一下 俄烏戰爭滿周年 這一年以來 全世界發生了哪一些變化 這些都是因為俄烏戰爭 曾經掌握的 再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再因為自己的題材 或者有一些些風吹炒動 再動一次 給你做參考了 好 說到了最近的熱門題材 伯記老師我們要請你上台來了 吃喝玩樂的觀光才在今天有一些熄火了 但是其實解封還沒有陸續的 因為現在最期待陸客來台 聽說今天陸委會說 有一些曙光了 因為現在有一些行點開始恢復了 所以這些吃喝玩樂股 三月會怎麼走 三月會怎麼走 二二八連假不要錯過 趁這四天趕快 這個投資地圖啊都要把它走過一遍 那你感受完你就會發現 哪一家公司啊我覺得可以 因為我覺得這種內需型的股票啊 你自己親自去體驗過 你就很清楚哪家公司有競爭力 哪些沒有 好那我要先提醒大家好吃喝玩樂股 我們從哪些觀點來做操作 第一個今年的復蘇跟轉機這個題材 一整年一定都會在他們身上 那只是說他分幾個階段來反應 你要怎麼去看待 比如說現在這一波啊 應該我們可以把它稱為第一波啦 對 就是說前面都沒漲嘛 尤其是在飯店的部分 你看先前什麼寒色的那些都沒動 對好 這一波都拉起來之後 下次壓回來的第二波 你要開始選股票 你就要什麼 找基本面好的 找基本面有賺錢的 對對對好 然後再來你要用長線的心態面對 好因為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經過了過去三年的這個疫情的干擾之後啊 其實我覺得觀光飯店啊 或是遊樂園啊或是餐飲這些 已經經過一輪淘汰賽了 該倒的大概都倒光了 剩下來的都是有競爭力的 所以如果你用長線的心態去面對 其實我覺得你的這個報酬率會更高 OK 好 那另外一個 因為這些股票資錢量很少 是 大家不愛 因為大家最愛就是電子股嘛 這些股票一定都不愛好 所以你要注意什麼 流動性的問題 也就是說呢 你你縱使在看好 你也不能買太多 把自己的錢都卡死在裡面 那或者是你可以用部分的資金 就定時定額 OK 存你看好的股票 這樣就好 那這樣子 現在看起來 接下來操作這些吃喝玩樂的股票 心態要跟之前完全不一樣了 之前大家就是短進短出 然後先衝了賺了再跑 然後再去買另外一支 這次可能第一個要以長線 第二個要不部分資金不能夠 叫做all in 然後定時定額的以存五個心態買 對因為 因為接下來 你我說真的到下半年來看 下半年的旺季會在誰 會在電子股上面嘛 你在電子股上面的時候 這些東西他的量一定會 那暑假對他們來講有一個優點 因為暑假是旺季 所以暑假旺季到的時候 有一些當然他會動 可是就不像現在全面性了嘛 那另外陸客來的時間點啊 或是有沒有徵班這些 對他們來講也是利多 那只是說你要看他怎麼去反應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趕快先來看 我把它分成四個族群 飯店概念股的焦點在哪裡 住房率 房價 還有宴會 那現在住房率是拉起來的 房價是不是也拉起來了 宴會是不是也拉起來了 所以三個其實都是正向的 那所以對精華 寒色跟雲品來說 今年他是比較正面看 那我要先舉例給大家看 我們先來看寒色 為什麼要看寒色呢 倒不是因為看起來比較寒酸 寒色的原因來 我們把游標隨便移到2月或是1月 把游標移過來 好 那住房你念一下他的成交量有幾張 每天的收盤成交量75 要不就78 要不然就68張 對 我要提醒大家 這種股票平常都不到100張的 現在量爆出來了到5000張了 甚至過去有1000張 3000張 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看好他你跳進去 當然OK後面或許還有高點 可是萬一他如果成交量又回到這種 出不掉 你怎麼辦 是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嘛 了解 所以短線很飆的 寒色短線非常飆 是因為籌碼非常集中的因素 還有就是過去流動性差嘛 所以萬一未來 忍去樓空的時候 我要特別提醒你 因為這個真的會出不掉 OK 所以我們回到字卡來看 你看喔 法蘭菇今年 飯店股最重要看精華就好 精華是天花板 OK 那當天花板的本益比市場 願意給他幾倍的同時 後面就有機會跟下來 你看嘛 寒色為什麼會比較比照辦理嘛 對不對 雲品比照辦理 好 精華今天收盤收312 今年大概賺11塊 本益比幾倍 30倍 對不對 好 那雲品呢 差不多嘛 100嘛 我不是說他們長到頂了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用精華來看 當精華本益比被調整的時候 其他可能就會動 了解 再來餐飲的部分 餐飲這個呢 我們要講 這個算是比較有質感的餐廳 對不對 瓦承啊 豆腐啊 杖壽司 好 那瓦承是台灣泰式料理的第一品牌 這大家都知道 豆腐 韓式豆腐料理 我覺得豆腐的東西也不錯 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 今天介紹的這一些 是你可以實地去考察的 228你就選個四間嘛 對不對 一天吃一間 好 那杖壽司不用講 小朋友最愛 對不對 進去盤子一定要抽獎 有時候 我的小孩就為了 就為了要抽獎 我兒子也吃 就為了要抽獎 好 那我們來看杖壽司好了 杖壽司法蘭 今年估賺8塊 目前股價在200 其實看起來 本益比還好 那成交量一樣 請導播把游標移到前面的成交量 我看一下每天平均的成交量 400多張 200多張 300多張 其實也是不高 對 也就是說呢 我也是要提醒你 不要看到了這一段 那未來如果回到這種量的時候 你還是出不掉 再來的話 我們再舉一檔例子 我們看這個豆腐好了 看豆腐 你看豆腐也是喔 豆腐今天收盤價多少 259 嗯 你看這一段 從200塊一路拉上來對不對 好來 豆腐的成交量更有趣了 是 來導播移到這個成交量 今天幾張 今天 今天幾張大聲的講出來 今天只有25張 今天只有25張 好對 好來我們看這個大量好了 大家覺得這個大量量很大對不對 好量很大 祝娃來你告訴大家這幾張 118張 118張 對 好 那所以你喜歡吃韓式豆腐 你進去也感受到店的氛圍很好 沒有錯 但你怎麼投資它 你買了100張 你可能當天就把豆腐拉到漲停板了 對不對 變大戶 對就變大戶了 所以一樣嘛 這種股票 趨勢沒有變 但是你要留意量的問題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族群 下一個族群 我講庶民美食 這個就是跟我們比較 貼切的 譬如說六角 是 手搖杯 日出茶汰 這個你一定會喝嘛 斷純針 賣什麼 牛肉麵 大阪王將 這個煎餃 拉麵 還有一些中華料理的 好 那六角的部分 今年比較有趣的是 手搖杯跟餐廳 這個真的就同步復甦嘛 大家趕出來消費 這個百貨公司都有貴 是 八方雲集 水餃 鍋貼 對不對 中式小點嘛 一樣 來先看八方雲集好了 八方雲集在過去掛牌以後啊 它的量 其實也沒有那麼大 但它比前面我們講的豆腐 杖壽司都好一點 對對對 因為這平民在吃的嘛 量就大一點嘛 好來我們隨便以個游標來看喔 你看前面這個二月初 是成交量也是幾百張不到一千張左右 不到一千張還好 你還有辦法抽身 因為你不要買超過三五十張都還可以 是 好那這一波時間拉長喔 你可以發現喔 它都是什麼 漲一段之後壓回來 不是月線就是季線 漲一段壓回來不是月線 所以這個節奏這個慣性 漲多了大概會回季線 因為這一波大家都在漲對不對 可能十字線這裡就有手 你就可以去找機會切入 那一樣 它的量比之前的好多了 那你就可以比較安心一點 好再來 旅行社 這不用我介紹大家都很熟 今年旅行社就是玩什麼 報復性的出國潮 那我覺得其實它每一季 每一季應該都給大家有驚喜 譬如說第一季就過年出遊的 第二季是什麼 看櫻花 第三季暑假 還有什麼 還有楓葉 然後第四季又是過聖誕節跨年 所以其實旅行社可以從年初 嗨到年尾 我們舉一檔例子來舉一下 我們來看這個三副好了 三副我們過去也是算標 好來時間拉長 你看這一波 80塊打下來之後 就在這裡區間整理 它經過適度的整理 這個有大量來換手 這是好事 那我會覺得 目前你看它的慣性什麼 打回月線就上去 打回月線就有支撐 那這個我覺得 你就沿著月線做多就可以 那其實旅行社都差不多 比如指標熊師 2731 你看熊師也是嘛 最近稍微創新高 時日線月線的部分 都一樣 那就沿著月線做就好 OK好這是旅行社 最後來看到遊樂園 今年的廉價很多 對遊樂園廉價很多 那也復甦了嘛 那建湖山我說的是恨鐵不成鋼 為什麼 台灣大的遊樂園沒幾個 它的設備設施也算很OK 對不對 可是你看長年股價就是不爭氣 所以你在操作建湖山的時候 我們看建湖山的日線 建湖山也是這更慘 這個量也是非常低 那最近也是跟著這一股熱潮上來嘛 有量 那你要小心 因為建湖山常年獲利都不好 所以這個你只能用價差交易 這個就不適合長線的長期投資跟存股 那最後一檔南仁湖 南仁湖國道休息站 對不對 還有這個墾丁那邊一些度假 我覺得這也不錯 OK 那至少跟建湖山比起來 他還算有賺一點點錢 所以你看股價十幾塊 最近量也有進來嘛 時間拉長一點 這個也算什麼 算打一個大底 OK 而且它有一個優點 最近均線才剛糾結 我覺得後面波段也是有機會的 太好了 謝謝伯基老師請先回座了 這個是伯基老師 昨天特地跟我講說 吃喝玩樂 他要幫大家把這個投資地圖大權給畫出來 最重要在於第一張操作策略 這些之前都已經漲過一輪了 那接下來要開始注意了 第一個 復蘇轉機題材會貫穿一整年 都沒有問題 但是接下來操作要用長線心態來面對 還有非常重要 剛剛每一檔都有這樣的問題 量能 量能之前在還沒有解封題材的時候 都很低量 有一些一天只有二三張 後來題材上來的時候 一天到了五千多張的成交量 現在要開始潮水退了 知道誰在裸泳了 所以量能退潮之後 要注意流動性的問題 好 接下來的比重呢 用部分資金做資產配置 或許可以用定期定額存股的心態 來操作這些吃喝玩樂概念股 提供給你做參考了 好 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要帶您看到 Trap GBT最近好夯喔 昨天明哲來告訴大家說 有哪些的AI相關概念股 有機會跟著輝打一起漲 結果一拉出來 全部都是好貴的高價股 小資族怎麼搭上這股的AI熱潮呢 休息一下 我們帶您用更親民的方式 來搭上AI熱潮